欢迎大家回来收看我们德德CMS的实战教程 这一节课呢我给大家接着来讲我们德德CMS的常用标签 一个列表相关的标签 好我们先看一下 好那么我们德德CMS的列表标签 跟首页标签内容标签 还有这一个head跟foto的一些标签 都是有点区别的 所以说都是需要单独做一个实验 让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列表页的一个标签 好首先还是一样 我们找到这一个后台 Localhost的麦子德德对吧 MVEB 好到这边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系统的模板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一个模板 那我们的这一个 类表的话 就是用我们这个list开头的 这个就是我们list开头 就是属于我们默认的一个文章列表页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页面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 跟我们首页不一样的一个标签 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找到这一个模板对不对 好我们点击保存一下 然后呢需要在我们后台这边生成 好我们生成之后 随便生成太多了 可以不用生成那么多 那我们等它生成完来看一下 好看到没有 我们的这一个首页的列表模板 找的是对的 找的是对的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 用我们的这一个 打开我们的这一个DW器编辑 我们就不在后台编辑了 因为DW毕竟是专业的一个这种前端 非常专业的一个编辑器 我们是mats这个目录 所以找到mats的一个list来 list article 好找到这个 我们刚才写的这一段代码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给删掉 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个列表相关的一些标签 有什么东西 我们把舍页标签给复制一个 叫做我们的列表 列表的一个标签 那么我们有需要记的话 就是放到这边来去看 首先也是从上面分析到下面 像这一些的话 我之前都是跟大家讲过的 德德Global Global的一些操作 好那大家就看到 我们这一个列表当中 有一个这个德德一个是Fed 这边是Global这边是Fed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个是调用单前列表页 才有的字段 用FIELD点字段名来表示 好那么这个字段在哪里获取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一个 网站的一个栏目 好网站的一个栏目 比如说我们现在找到这一个 我们预览一下这个东西 好预览一下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 那我们假设说要在页面当中输出一些其他东西 好我们点击编辑更改这个东西 好点击更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是可以 在这边可以用我们德德Fed.seo来调用的 来调用的 好假设说我们就在这边写一个 自定义seo标题 哈哈哈哈这样子标识一下 一般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写seo标题吧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刷新一下 好刷新一下 然后在这边查看网页原代码 这边就会没出现对吧 没出现的话我们就按照他这个提示的这个例子 按照他这个提示的例子来把这个调用出来 我们这个是阿杰克斯这一个GS跟阿杰克斯的这个东西 好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列表页当中呢把这个给修改一下 好现在我们刷新看到我们这个自定义标题就是可以了 就说明我们在这一个栏目当中编辑的这些字段呢可以用我们的Fed字段来调用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一些比如说列表命名的规则哈 虽然这一个他没有提示我们能不能用 但是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能不能用哈 那他的名称呢叫做NainLuler2 好那我们就是把这个给调用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直接调用啊 刷新 好发现还是可以的啊 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调用我们栏目 调用我们当前栏目的字段信息啊 好就是用这样子Fed加上字段名来表示哈 好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好接着来看有没有其他Global 然后其他就一样了哈 好这样子调用记得了啊 然后这个引用外部链接的话 上节课已经讲过了 我就讲了啊 然后这边得到一个Fed name等于position啊 然后这种形式是怎么来调用的呢 这种形式是怎么来调用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签哈 这个上节课也没有讲到呢 没有讲到哈 反正这一个大家就是记得 它是调用我们当前的一个位置 什么叫当前位置呢 就是这个地方的东西就可以了啊 主要记得是调用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放到这边 列表页 要用列表页的面 叫做面包屑吧 对吧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啊 然后接着来Fed content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栏目的一个描述 对不对 好区别就在这一边 好我们这个得得list page等于10 还有我们这个page list item的这一个分页的这个东西 是只能在我们列表页才能用的哈 假设说我们把这一个复制到我们首页去看一下有什么效果哈 找到我们的首页在这边对吧 假设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复制到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有什么效果啊 也是放到我们的这一个body下面哈 ok 放到这下面之后呢 我们点击更新主页这一边来预览一下主页 好 我们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输出哈 然后查看一下原来嘛 我们body下面没有任何东西输出 说明我们在这个呃 首页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哈 首页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好 假设说我们再把这个给去掉啊 然后再把这一个东西呢复制到我们的这个body下面来看一下会有一个什么结果 好 这是在我们列表页做一个实验哈 这样子的话就把我们的列表在呃 头部这个边也给他输出了 对吧 那这个的话说明是只有在列表页啊 才会显示的 那么我们就记一下这个东西啊 记一下这个东西就叫做 它是配套我们这个得得pagelist来做一个操作的啊 以上这两个标签只有在列表页才生效 好 那是这么一回事啊 这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我们列表页使用的一个方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模板这一边 好 首先呢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一个 找到我们的这一个list 点击一下 我们在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特殊标签哈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 看不到我们的这个list是不是 好 如果说这边看不到我们的这个list标签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百度这么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对不对 我记得我有收藏这种东西哈 我就不收不打开收藏的东西 我要看一下 教大家如何来处理这一些 比如说不知道的一些问题啊 然后我们就把这一些标签输到我们的这一个地方 好 这边得的SIMOS帮助中心就出现了 对不对 好 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list 会基本以法 会跟我们说标题长度等等 然后分页有一些大小啊 分页的一些大小 然后底层的一些字段 他也会这边跟大家说啊 好 那就是我们的列表 就是没什么好说的啊 假设说现在是调用十页 比如说我一页只调用两个 那我就这样子来写就好 好 一页只调用两个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生成一下我们的这个栏目 现在是调用十个啊 然后我们生成一下这一个JavaScript的这一个栏目 只要生成它就可以了 好 刷新一下啊 我们现在是在预览模式 所以各一不用生成 好 点击第二页 对吧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只两页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变成五十页 然后再点击到第一页 看到没 我们一页就有五十条记录了啊 然后我们再把它返回两页 好 再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page list啊 page list的这个list size 假设现在是五我们改成二 看一下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 好 看到没有 它这样子的话就会显示的比较少啊 显示的比较少 比如说我们点击二 点击五 点击五 看到没有 它就前后只有两个啊 前后只有两个这个东西 如果说现在我变成变成三个的话 它就是比如说第六页 好 那我们我前面后面总共是只有 总共是有十二页啊 好 像点击第七页 它就前面三个后面三个了啊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list的size 好 那我们就是回复这样子吧 就像这样子 好 OK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得的list下面的fet字段 就是用这样子来形式 好 然后这一边看到没有 这边fet也run php等于yes 然后adme 然后做一些php的相关操作 好 这个的话也是跟我们上节课讲的 这一个几乎类似 好 如果说大家不会用 也是一样 百度 因为我暂时找不出一个例子 不好找例子给大家看 就像这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它fet ARR是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 不知道我们也是一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百度 好 得着CMS标签的一个使用技巧 像这种它就会跟大家说如何来巧妙的使用我们的一个标签 fet支持AR AY获取任意字段的值 获取任意字段的值 支持的支持标记是文章内容 当然我们还有这一个文章的列表也是可以的 好 好 那么按它这么说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格式 然后在这边的话就可以adme等于什么东西 然后假设说我们现在adme等于 麦子学院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列表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出现 好 大家看到我们这边麦子学院就变成了固定字段 这个adme代表的就是麦子学院 好 然后它这边是输出我们的一个图片的一个东西 就是输出如果说有图片就输出图片 如果说没有图片就输出一个默认的图片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这个adme的话 在这边的话可以掉起我们里面的所有字段 所有字段 那么我们假设说adme 到这个位置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这一个什么东西呢 好 我们把我们的克力可放到这一边 好 刷新 那我们这个时候克力可就会变成0变成1什么东西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给它克力可增加一些 我们35多访问几次 狂刷新我们的F5 好 然后在这边刷新一下 好 这样子我们就有五次的一个克力可 五次的一个克力可 就是我们的点击量对吧 好 这个的话大家会用了吧 说明就在这一边 它的说明就在我们的百度这一边 我给大家复制下来一下 这个还是非常好用的 然后我再把百度的这个解释给大家写一下 OK 就是列表字段 然后接着继续看 Page list我就不讲了 只是一个分页的一个东西 那这边有一个list item就是会有info就是会显示这么几个东西 假设说我们现在删掉一个info看一下会有个什么效果 删掉一个info看一下什么效果刷新 好 那么我们后面有一个info就不见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假设说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中间的这个数字 那么我们就把page number给删掉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只要上一页下一页了 就是这么来使用的就可以了 OK 所以说我跟大家说得的CMS的这一个page list的分页 就是根据它原来的这一个格式来设计就好了 就是要跟你的设计师协调好 设计这样子的一些格式 千万不要自作组装设计一些很奇葩的 如果是得的CMS你会比较难受 比较难受 我就跟很多设计师合作 他们就是一个页面一个风格 搞得人家非常不爽 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么接着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栏目列表是我们的这一个 调用这一个 那这一个的话是可以在所有栏目的通用的 在所有栏目的通用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也复制一下 好 AirClist之前已经讲过了 之前已经讲过了 然后像这一个 好像这一些的话 这个字段的话 我们之前也遇到过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执行一个函数 然后adme代表的就是我们当前 然后结起80个字符 就是这样子 AirClist KRcode 我就不讲了 都已经讲过了 MyID也讲过 对吧 那么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东西 的CMS的栏目调用 那么我们把这一边的给放短一点 多放一点 调用得的CMS栏目信息 这个是叫做所有页吗 所有页面可用 好 不单单是列表页 不单单是列表页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一边会有 有一些什么用法呢 我们也是来看我们后台 看我们后台的这一个模板下面 模板标记 然后我说的是所有页面都可以用 那我们现在随便点击一个文章 它这边就会有一个 在这对吧 就会支持我们的这一个获取栏目的一个标签 这边会有一些仓书说明 应用样式 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现在叫做CuttonStyle 就是我们的一个应用样式 CuttonStyle 那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前的一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这个点击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Cutton 我们看一下CuttonClass 在不在这个地方 我们检查一下元素 然后用这个检查 好 这边的一个CuttonClass 会等一个ListClass 像这一些百度现在是没有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一个也没有的 现在假设说我们点一下GunWeb 好 点到GunWeb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一个List ListClass的话 就是显示在GunWeb这一边 那么其他两个就没有了 好 所以说这个位置 这个东西我们需要讲一下 好 其中 这个叫做属性吧 属性 这个是用来填写 当前所属分类的当独样式 好 那么大家就记得这么一个用法 记得这么一个用法 假设说我们这个TypeLink是这样子 如果说我们现在把这一个 StyleColorRed 我们直接这样子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么我们点到栏目这一边 然后预览一下 这个网页基础 这个不行 因为我们要预览里面的这一个才行 好 假设说我们预览的 这是我们JavaScript跟 跟我们的这个Atax这个 好 我们发现这边错乱了 错乱的话说明我们刚才修改 其实是成功的 只是说它会影响东西 好 那这边的话会写一个li在里面 那我们red的这一个分号不要写 刷新 还是影响的 OK 这边应该用我们的当引号 记得用我们的当引号 好 现在我们的字就变成我们的红色了 这就变成我们的红色了 然后我们选择Java Java是ID是几 ID是5 因为这个生成静态的 我们应该在这一边 查看 立即查看效果 我们君威娃的字也变成红色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列表页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列表一些相关的东西 那么大家就去尝试的去自己使用一下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也没有作业 作业都是去尝试 尝试是这样的吗 去尝试自己用标签 好 作业就是这样子 大家每一节课自己去试标签 也没什么好做的 那么感谢大家听讲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